也是风灾之后的关怀行动 北部地区的民众饱受停电之苦 像是在新北双溪地区的长辈们 有将近一个星期无电可用 慈继之工每两个月一次的居家完整服务 赶紧送来祝福 才刚从凯米台风过境时的惊恐缓过来 一群熟悉的身影就来拜访 双溪山区的居民雀跃全写在脸上 我们身上真的是变相 我们已经停电六天了 冷冻冰箱都坏了 所以说今天看到你们来 刚有电来好高兴喔 真的谢谢慈继师兄 师姐带来的福气 慈继人艺团对于志工群 每两个月一次的亡整 是不少山区老人家的心灵慰藉 医师丁宁如何用药 也带着他们请坐附件 你滑倒这样抬高脚了 哎 赞哦 赞哦 把这个紧绷缸稍微拉开 拉开之后它就松了 这就会比较松了 这家庭都很重要的 爱给他们鼓励 看到他们有进步我们也很高兴 其实他们的家庭支持 都看起来就蛮好的 那大家来看他们也很高兴 因为他们停电一个礼拜 今天刚好我们来 他电也刚好来 所以他们也蛮开心的 然后就大家一起很欢乐 各个别的医师 给不方便出门就医的长者 做了不同的检查 这趟随行的 还有一群年轻的孩子 陪着阿公阿嬷享受天伦 我们的对象都是 我们个案的孩子 那我们成立的目的呢 是希望说我们的孩子 除了虽然说家里是被帮助的 但是我们希望他们能够 一样有能够有一份的能力 可以去协助别人 然后关怀别人 也可以给别人 带给别人爱与善 我出生的时候就没有看过 我自己的阿公阿嬷 所以透过这次的活动 来到这边议诊 就觉得很开心 一生看不着 你吃饭 一时与长辈 临行前的互道感恩 带着依依不舍 但也饮满了祝福 期待两个月后的重逢小会 大家新闻 大家新闻 人真是美聚工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